翻唱片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千 我最喜歡來高雄 因為每次來高雄都會充滿的熱情 讓我覺得很開心 剛唱的那首歌是Be OK 接下來這首歌是我的第三張專輯 因為我們主題曲 讲说实话分离 爱是你难忘 等几颜色都不成长 早晚有爱过这次一天 曾经哄罗潇洒 说过几颜麻烟手啊点点响 说过情的回忆又心想 爱不存在遗憾又重要 你能能够容满 到底能装满不下的包装 不唱 你能快乐的人怎么会去眼眶 不过水滑到春水怎么出的光 常在的灯水流传 都只是被人当 傻吃的幸福不是什么自我追光 明明的相干的人 怎能如此真相 欠赶了我的自卑 成就了我的刺激 你不着急了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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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着急了他 友没看的 一定能不能讓我 讓你能鑽滿某種的包餐 夢幻的快樂的人 曾不哭著憶惑 不知我的笑聲 和夢幻的夢幻 穿回蓋的雙人床 都只是太熱鬧 奢侈的幸福 可是什麼都對我 不知的身邊的人 怎能如此之生 想要我的慈悲 承受我的慈悼 能住著其他 能否也許會說實話 你快唱吧 讓我聽到你的聲音好不好 來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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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聽到快樂的人 怎麼晃著眼花 你懂失色的成熟 怎麼覺得狂 裝載大的雙人床 都真實的人房 奢侈的幸福和熟成我 自不對我 我聽到傷感的人 怎能如此真相 想要等我到慈悲 承受了我的慈悼 你要趕過來 我等掌聲越過 能等我學會說實話 你們好棒喔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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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們知道她多可愛嗎 她從後台到現在 都是保持著一種活繃亂跳的感覺 那一開始是阿達 我好想在台下看她表演 也很想要看她的新歌是不是 她的歌都很high啊 就覺得好開心喔 可以放鬆一下 哇 太好了 好 等一下呢 既然你說到你 也很喜歡她的音樂類 等一下她其實也會跟大家分享 她自己最近 關於音樂的新的計畫 然後我要先說一下 你超酷耶 蛤 妳是不是變成古人了 古人是什麼意思 因為據說她最近啊 居然出現在學生的統測的考題上面 嘿嘿 我覺得 你好像是一八幾年前的事情了 太孤兒了嗎 他就出生然後 她就說 千娜跟她的家人去屏東旅遊 然後那個是一八幾年的事情 欸 我頓時變古人 那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是學生傳私訊給你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是歷史題 然後我也覺得滿難的 然後我就上網查了一下我才知道答案 哦 OK 所以你看你紅到現在 連那個學生的統測題目都要把你寫進去就對了 老師有私心 老師也愛你就對了 謝謝 啊 太好了 然後這個我覺得因為最近千娜 持續有好多的作品跟大家推出 包括例如說才剛剛在台中的一個音樂舞台劇 木蘭少女才結束對不對 然後很快的九月份跟小鬼黃宏生有一個戲劇叫 逃婚一百次 我們在偉來電視網 九月的時候會播出 請大家期待一下 已經殺青了嗎 殺青了 喔 好 然後中間裡面有一首插曲 是會唱的 對 它叫空文 但是現在都還沒有透露給大家聽 它也會收入在我的專輯裡面 可是就是在九月的時候會先偷偷跟大家分享 哎唷 好 所以請大家可以到我李仙塔粉絲也關注一下 你們按讚了沒有 你真的 這位姐姐你也太多一定按讚了沒有 不然有點忽略了主持人 對不起 你們按讚了嗎 啊 啊 欸我跟你說我也是你社群網站的忠實粉絲 真的喔 我很喜歡看你在那邊喝湯湯水水 看人家在那邊抓寶可夢 我覺得超可愛的 因為其實我就想到什麼事情就想要做 所以就搞不好 想要立即的跟大家分享 然後就就會錄一些很白色搞笑的影片 我們愛我們都會固定收看 是是是 好那剛剛這個說了就是因為舞台劇剛結束 然後也剛殺青一個戲劇 然後第四張專輯其實正在籌備對不對 對正在籌備當中 好 所以我在網路上也有寫說我要閉關 因為我想要寫 對 出了表演可能就想要待在家裡 那你不要覺得有壓力 我要問你 第四張專輯 預計什麼時候要推出 預計喔 這個很敏感的話題 怎麼辦呢 現在已經八月份了 會在今年 好有壓力喔 自己講自己緊張 8、9、10、11、11 才上五個月 快到了 好緊張喔 好 所以你希望目標是2016年至少12月底之前可以跟大家第四張專輯 2017 2017 什麼 我剛才說成2016 欸 你是去 你是古人欸 我變古人了 好 來 換我要給你壓力 今年的年底就是希望可以推出就對了 希望可以推出 欸你的歌迷有點兇喔 我剛剛不過口 我剛剛說 你怎麼這樣 你們可不可以問我 他不是阿達的粉絲 哈哈 不是你的是不是 太可愛 好 所以馬上接下來要閉關寫歌 對 好然後那個 我們也期待自己 這一次在新專輯當中 有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那你剛剛說喜歡阿達的音樂吧 所以這一次的專輯 有可能 像阿達那樣子的曲風會出現在你的專輯嗎 嗯 不透了 可惡 怎麼那麼難訪 欸 今年已經夠有壓力 還要透露什麼歌曲啊 喔 很怕先講了這樣子 不要啦 要給大家一些有一點神秘感